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公主 然后这公主呢 要让这个士兵占一百天 来表达她的忠心 这个士兵占了九十九天 然后在第一百天的时候撤了 我听过 她用九十九天证明对公主的爱 用第一百天证明自己的尊严 我觉得还太牛了 真的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好点了吗 本来是我都没想起来了 你这一说吧 我又想起来了 好那不说了不说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这个人单纯那么专一 哪那么快就能忘了呀 不过我看书上说呀 这个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 子曰废物 废物 这个 孔子说的 好的 可二 珊珊吃饭了 来了 吃着吧 废物 废物 走 请进 小可 来 坐 小可 我知道你向陈家提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没批 你很聪明 工作又很认真 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 也是重点培养的 而且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它跟你的大学专业很对口 我们公司对于提醒你的价值和提醒你的才华都是极好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你不要轻易地放弃 我知道你之所以想辞职是因为跟陈家之间有些私人的小误会 但是现在陈家走了 你们之间的误会就不存在了 所以辞职的事情就当它没有发生过 现在总公司决定 陈家之前的工作由我全面的接管 我需要你的支持 小可 不要因为一些私人的小误会而跟自己的工作过不去嘛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基于你前段时间的工作表现 公司决定提升你为项目主管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被晋升为主管 这是很多人求职不得的 再说了 现在求职竞争这么激烈 你何必轻言放弃一份自己又喜欢 待遇又不错 发展空间又大的工作呢 你可能对我有一些戒心 我不否认 之前我对你有过好感 甚至想追求你 不过你的态度让我明白 我们只能是工作伙伴 所以以后我会时刻提醒我自己 注意把握好度 那么以前的事情就让它翻篇吧 以后我们一块努力工作 好吧 虽然你在笑 但是我发现你不太信任我 没关系 时间出久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谢谢你许总 我想好好考虑一下 可以吗 不要考虑了吧 小可 你可是公司上季度的最佳员工 如果我一上任 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就走了 你说我怎么向大家交代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待会儿我们约了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总 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人都已经来了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走吧 郑总 许总 好久不见 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我们公司刚容生的项目主管 以后你们要多打交道 所以要好好支持他 小可 郑总 你好 郑海超 你好 邓小可 来 请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下面 请我公司的创意总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产品的广告创意 2012年 风神汽车广告策划草案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一提到中国的汽车产业 首先就会想到东风风神这个著名品牌 第一 就是它的市场大环境 中国中当家庭轿车市场已经进入了发展期 品牌众多 竞争非常激烈 谢谢你啊 江先生 其实您不必每次都送我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魏老师 不必介意 我也不是每次都有空的 魏老师 周六你有空吗 周六啊 什么事 我想带田田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霸上骑马 你看怎么样 不方便吧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觉得你和田田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能打开心扉 我想给她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你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吗 真的不方便吧 其实巴上并不远的 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当天就可以来回 如果玩得高兴的话 还能多住一天 第二天才回来 当然 以不耽误你的学习为前提 我倒没什么事 那周六我们见 行 你太客气了 江先生 对了 骑马的东西我帮你准备 咱们周六一早出发 好 那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 我先走了 再见 有时候吧 烦你烦得不行 可是你这一两天样不出现呢 我还是有点不适应 你说你怎么就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你说你倒是给我打个电话呀 行不行啊 不打得不打 我觉得和郑海潮公司合作的这个项目 我不是太适合 你是我们公司的项目主管 负责跟郑海潮的合作项目 你最合适了 这个项目太大了 我怕我做不好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知道你跟郑总的私交不错 这对公司的工作有利 公司没有谁比你更合适了 反正我还是觉得我不太适合 小口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让你负责这个项目是看重你 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要给我掉链子 没关系 这个事情做成了 成绩是你的 万一有什么问题 责任我帮你担着 你就放心去干吧 我尽力吧 我尽力吧